大家好,我是刘逸,今天跟大家分享油闷大虾的家常做法 色泽洪亮,鲜香入味,开胃解馋 这个季节鲜虾大量上市,价格非常的实惠 做法简单,调味家常,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选择新鲜的海白虾,清洗干净 我们这儿这个虾最近才十多块钱一斤,非常的实惠,吃着很过瘾 用剪刀剪去虾枪,虾须和虾角,然后从背部像这样剪开,去除里边的虾线 这样做出了油闷大虾,吃着不牙尘,而且还非常的入味 接着,把处理好的大虾放入盆中,清洗干净,然后捞出控干水分备用 下面来切点小料,姜切成丝 大葱切成葱丝,切好放入碗中 食材一准备好,下面开始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再次把虾倒入漏勺中控水 锅烧热后加入葱油,不知道葱油怎么熬的,可以看我前边视频 晃动锅底,把锅像这样润下,接着下入控干水分的大虾 把大虾像这样一个一个的分开,防止叠在一起 这样煎出来的虾更好看 摆均匀大虾后,先静置三秒钟 然后再晃动锅底,让其受热均匀 我稍微开大一点,煎出虾里边多余的水分 煎至一面黄亮,煎出香味,然后翻锅,煎另一面 保持中火,再煎至三十秒钟,煎出虾的香味 煎变颜色后,下入姜葱 继续翻动锅底,炒出姜葱的香味,接着放入料酒 去形蒸香,炒出香味后,再翻一面 这样更能激发虾的鲜味 接着烹入生抽酱油,提味又调色 稍微翻动几下,炒出生抽的香味 接着下入适量的开水 水的量已没过大虾为宜 大火烧开一分钟后,关小火 开始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胡椒粉,白糖 把锅底稍微晃动下,让味道更均匀 盖上锅盖,焖至两分钟 两分钟后,打开锅盖 开大火收拢汤汁 放动锅底,让其受热均匀 防止粘锅糊底 收至汤汁粘稠,最后放入适量的葱油 增加菜品的鲜亮度和葱香味 稍微翻动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做法简单,营养美味的油门大虾就制作完成 摆盘后,再放入青红胶丝 或者是小葱花点缀 这样让菜品看起来更加有食欲,好看 感谢你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